欢迎收看2012年10月12号总编辑时间 我是洪淑芬 有关劳工权益的劳保基金 真的会提前在116年破产吗 为什么公保可以由国库补助 劳保就不行呢 而另外今天初刊的时报周刊 装访的刚卸任的行政院发言人胡佑伟 他侃侃而谈 感情因素引发离职的风波 还有大陆知名作家莫言 刚获颁诺贝尔文学奖 他作品的风格还有获奖的理由 今天总编辑时间都有深入的点评 首先欢迎今天的点评贵宾 时报周刊社长夏真 社长好 十分好 各位观众好 目前的劳保基金规模是5200亿元 那么根据最新的精算报告估算 劳保基金的收支逆差 将在提前民国106年 107年可能就会出现了挤兑 116年就有可能会发生破产的情况 不仅是劳保面临的破产危机 军人退辅基金恐怕会先一步的倒闭 市长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会导致现在目前这个样子 现在这个很麻烦 因为劳保我们这么多年去缴 事实上我们的劳保 坦白讲我们劳工每个月要按月 就是依照我们薪资扣底 其实我们缴的那个费率是非常低的 从原先才8.5 这是在全世界里 有这种所谓的劳工保险的 这样的一个概念制度的国家里头 台湾我们相对劳工 缴的那个劳保的费率是偏低的 然后呢 我们又整个当然是从社会福利 或社会安全的概念去着想的时候 很多人认为说 我们这样劳工很辛苦地工作了一辈子 20年 30年 我到老的时候拿到了劳保退休金的时候 就我们退休金之外 还有一个劳保退休的给付的时候 像公务员退休大家 公务员退休的保障比我们好 又有18% 所以这几年 立法委员们在修法的时候 也希望把我们劳工退休的时候 拿到的劳保退休给付 可以得到的所得费率升高 就是比方说 我以前缴的钱 但是我到了到老的时候 我可以拿到那个退休金之后 相对来说我的所得费率 大概只有1点多 1点出头而已 最近这两年就修法修到1.55 就是比照你的月税 就是至少让你退休拿了几付 一个月生活基本开支都还够用 可是你就可以想想到 我们缴出去的那个钱这么少 退休之后又可以拿到那么大笔钱 而且还有一个 现在还能改成年金制 就是领到你走 就你退休到你走 尤其像我们国人的那个生命 其实受限是延长的 你比方说55岁退休 你可能再活30年了 你活到85都还 现在活到90岁以上的人非常多 政府要要你这30几年 其实算蛮长的 非常非常长 那情况是一样 刚刚讲说军人退付基金 同样是了 那公务员 公保 同样状况都是完全一样 尤其军人的保险比我们劳保更优渥 除了时间之外 还有另外原因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 这个劳保基金的投资不利 所造成的费损 这里头 我想就账面上 像坦白讲 因为以前所谓的劳保基金 公保基金 这些还有退付基金等等 它是不能用在投资上的 但是一直到里面 会默契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贬政府之后 就有好多次是用这些 公家的这些基金拿去投资 当然有一段时间是投资 绩效蛮好的 因为有一段时间股市 或者世界的债券市场都很好 但这几年确实投资都蛮辛苦 但是就账面上来说 我相信他们不敢讲说 因为他们投资亏损 因为只要他们不卖 亏损就不是实际亏损 只是账面亏损 它的精算的数字 应该还是用我们每个月缴的钱 但是我很怀疑 它如果要把这几年 它投资的得跟失 所以来我们看的话 可能赔的还要更多一点 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 当然这是挺尴尬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策略性的 比方说我们讲说 国安基金要进场互盘 它不得已 国安基金要进场互盘的时候 坦白讲 从劳保基金 公保基金 同样都要去的 所以这一步 这个数字还没有一个 透明化跟我们讲说 OK 尤其今年你看大家讲说 整个全球景气这么差 股市低迷到这个样子 他们还没有跟我讲 当然国安基金到底进场了没 有几次进出 包括劳保跟公保 到底在这一波 从2008到现在为止 有没有投入到 所谓的股票市场上 然后结果是什么 还是他们就一直是守城 只有现金摆在那里 我的理解是 他们并不是全部投 应该是 我忘了是64笔还是73笔 有些是你不能动的 你只能拿出一部分去投 好我们看到这个劳保 是濒临破产 但是国库上半年 还是补助了公保 73.5亿 行政院日前 将这个劳委会所提报的 政府补 这个播补的修法案 是打回票了 那么昨天就引发 劳团跟立委的不满说 为什么公保可以 劳保就不行呢 但是劳工保险 是属于保险制度 所以也不能由政府来承担 所以这个部分 真的是一个难解 这个真的是 他看了会气 因为我们讲说公务员的 所有的工作待遇保险 都比劳工要好得多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公务员的雇主是政府 换言之 我雇主聘了你 我跟你签约的时候 你想有这些待遇福利 你当然 我不可能跟你签约的时候有 然后到你退休的时候 说很抱歉 你退休金没了 你退休保险的这种 公保给付 我不能给你了 不可能这样讲 所以就变成说 因为政府是公务员的雇主 会变成说 OK 那如果公保出现亏损 我政府逐年拨补它 好像是理所当然的 那我们劳保怎么办呢 像我们还常常讲 我们劳保是 资方跟劳方是共同去交的 每一次我们讲说 劳保要提高费率等等的时候 不是劳工叫苦连天 连企业主都叫苦连天 为什么 当他费率一提高 企业主是相对 他也要提高 那我现在就问 企业主愿不愿意 增加他们在 劳保上面的负担比率呢 提拨的比率是不是 我猜大多数的企业主 是不肯的 那你说那怎么办 那我能够强迫吗 所以当然劳工的处境 我觉得就是这一部分 会比较辛苦 那当然啦 政府能不能让劳保倒 坦白讲 我也觉得不可能 他必须要想出方法来 就这个方法 是要用政府拨补呢 还是怎么说服企业界 这个完全由企业界去 承担这个责任 可能性很低 但是你说要求政府 政府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用纳税人的钱 用纳税人的钱是什么意思 一样是我们劳工的钱 所以其实羊毛跟羊 都是从羊身上拔啦 对 以目前台湾来说呢 那么劳工大约是要 这个工作满25年 或者是年资 到了60岁65岁的时候 才能够退休 我们来看看欧洲的例子好了 在金融海啸之后呢 欧洲有很多国家 都面临的这种 不断恶化的赤字 还有债务的问题 所以怎么办呢 就只好拿庞大的退休金支出来开刀 包括了提高了法定的退休年纪 那么有八成的是延后退休的 台湾的劳工呢 也是有这样子延退的趋势 是不是 是 我们现在劳工依照劳期法是 55岁就可以退休了啦 65岁是强制退休嘛 那像 以我的了解就是 还有65强制退休 最重要是什么 我们的劳保 比方说 我依法 我55岁我就可以退了 或者是我工作满25年 我可以退了 我现在就可以退了 对不对 但是很抱歉 我的劳保退休几付 要到15年 我现在才刚满50岁 工作25年了 依法我可以退休 要65岁 我要在15年后 我才可以拿到 所以我看到这个新闻 坦白讲 我是很心惊胆跳的 因为算一算15年后 刚好就是劳保破产的时候 你看我多怕 所以这笔钱能不能拿到 其实这个年纪的人 都很担心 都很紧张 对 可是 但其实在台湾 这个延退的趋势 其实也是有的 如果你刚刚 就一刚开始的时候说的 因为我们退休之后 还活了很长 那么政府要支付你 那么长的时间 所以其实他宁肯 你再多做几年 事实上是 因为我们就一个 一个人生成熟的阶段来说 像我们刚开始 年轻人出来打拼的时候 坦白讲 一切经验都还不够 其实最成熟 开始成熟 就是说 你开始可以发光发热 开始要跑到 35岁开始起跑了 跑到了45岁 45到55 甚至到60这一段期间 应该是最成熟的时候 你的思考 也更周延了 做决策的时候 也比年轻的时候 那种冲动的时候要好 所以能够延长一点时间 其实世界趋势 是只是 是这个样子了 对 好 我们接下来要看 另外一个议题 这是最近一个封面人物 这位是坦诚的 跟女学生发生恋情的 胡又伟 她此关之后 重新开始了 教授的生活 根据了今天 最新初刊的 时报周刊报导 胡又伟的前任女友 是一名女主播 她曾经四度求婚 但是都被这位女主播拒绝 胡又伟向石周透露说 其实她跟这个女学生交往 是今年的520之后 当时候跟女主播已经分手了 绝对没有脚踏两条船 我们先来看看 这则报道 爱上年轻女学生 为爱闪电磁关 前行正月发言人胡又伟 她的感情世界 备受关注 但是这三年来 我们有见面 有正常的社交的活动 比如说我们会一起 去经营乐会 会一起吃饭 时报周刊专访胡又伟 她坦诚 上一段恋情 是电视台女主播 因为到师大旁听她上课 两人擦出爱的火花 胡又伟还向石周透露 她曾经四度向女主播求婚 但女方都已 学业尚未完成 当理由拒绝 就连今年在520 她接任发言人职务前 她还向女主播说 要不然我们办一办结婚手续 还是惨招滑铁卢 520后 胡又伟转向女学生 开始谈恋爱 而她界定 和女主播的关系 就是四年前分手的好朋友 就是我们四年前就已经分开 但是过去四年来 我们只是保持非常好的 普通朋友的关系 强调四年前 两人就已分开 绝对没有三角链 和女主播的手 连签都没签过 现任政务官 只是不想压垮 陈冲内阁 好 今天时报周刊 最新出刊的封面人物 胡又伟 我们先来看看呢 今天的这份的周刊报导 那么这是独家专访 在520之后呢 胡又伟呢 转爱张荣君 那么像陈淑珍呢 其实求婚过四次 但是都被拒绝了 好 究竟为什么呢 我们就要请这个社长呢 来为我们谈谈 这次整个专访胡又伟的过程 其实呢 我们看到很少有官员 对自己的感情世界 这么的坦率 而且是侃侃而谈的 是不是 对 因为这一次 你知道他这次词官 除了先前 就是为了用iPhone机 还是用那个 HTC 那个手机在脸上 引发一些争议之后 那时候的争议坦白讲 就有人说他可能 有一点做不下去了 因为闹得风波比较大 那当然蛮意外 他会在脸上自爆说 因为他的最近 他的个人的私生活 可能会被别人爆料 与其被别人爆料 不如他就自己来爆 所以就弄出来说 他因为跟一个小他27岁 今年才24岁的女研究生 谈了恋爱 所以他要把公开这一段 私人的感情 也避免造成内阁的困扰 所以他词官 我们这些看 真的是不可思议 就是说 因为他在自爆 他的恋情过程中 还说他怀疑 他的可能性向被害了 可能家中被装窃听器了 对我们来说 都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我想 你的家里头 除了跟你最亲密的人 不是你的前女友 就是你的现女友 可以去装 有谁可能去装 然后当然想 既然你都在脸上 曝光出来 而且让大家去猜 而且几乎快要演成连续剧了 因为他的现在女朋友 张荣君 那个小妹妹 也在脸书上面 吐露他跟胡老师之间的感情 希望让大家 给他们一个空间 等等等等的 那我就觉得 我的天哪 既然你要讲 就不如好好的讲出来 到底怎么回事 而且主要是因为他说 他收到了 email是说 好像有点 略带恐吓性质 就是要把他过去的感情 世界都曝光出来了 他就说 那我其实没有劈腿 有什么可以 那这样就讲清楚 那当然 我们去访问他的时候 也没想到 他会讲的这么多 因为只安排了半小时 但是他侃侃而谈 要将近两小时 而且真的是 我相信他讲的都是真话 没有说谎 他真的是 就是完全诚实的 把他的感情交代得很清楚 他是具性名义的 去谈他的感情生活 包含他的前妻 那当然是 因为他当然前妻的分手那一段 为什么分手 到现在他也很谈出来说 但男女之间感情是这样子 他是说 辅大 因为他的前妻是辅大的教授 他就辅大学生听到版本 跟施大学生听到的版本 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跟前妻 对于为什么他们离婚 是有两种版本的说法 我想这个也蛮正常的 男女曾经在一起 后来分手 可能男方女方 对彼此都有爱又有怨 版本不一样是蛮正的 那这本细节到底什么 他也不多谈 就是你多谈一下 可能我们又要去问他前妻 又要听到一个不同版本 这个就稍微复杂了一点 那毕竟不管怎么说 自从他跟前妻离婚之后 他单身到现在了 就男未婚女未嫁的情况下 谈起一下自己的感情世界 我相信这也没有牵涉到 不论恋外遇 都还没有这样的困扰 没有这样的尴尬 所以我想他也是 为什么他愿意这样谈的原因 对 社长我知道你跟这个胡又为 私交还不错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是说他在学界是一个学者 但是他很少有学者 像他这么样的 这么落落大方的 去谈自己的私生活 他其实蛮可爱的人 我也不敢讲说 跟他私交好 因为我们是在学校的时候 他是我的高一届的学长 在学校真的是非常熟 他就是一个比较 活泼开朗型的人 我不好讲 他其实蛮会讲笑话的 包括上过他脸书人都知道 他在脸书上面 也是经常耍幽默 在没有当官之前 当教授的时候就是 所以你知道他 会受到学生欢迎 是可想而知的 然后再来一个 他是很奇特 他作为传播学者 我不知道是否跟他 传播学者难免要接触新媒体 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 然后他是手机的重度使用者 重度爱好者 他的偏好是真的 他会到手机行 去找各种新款的手机研究 所以几乎他住家附近商圈的 手机行的老板 几乎都认得他 但是我真的很好笑 光是这一点 就是那个 我们友台主播 女主播 不太能够接受他的原因之一 就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会为了 这个手机拼命买 然后拼命去弄 怎么会 因为这个年纪的男孩子 男生很小会这个样子 这像是小孩子 但你想想看 一个老师会喜欢手机 都是这样 如果你想想看 以他的那种偏好热爱 跟研究 他可以跟学生们 分享多少讯息 你看 你就想象得到 为什么会受到学生欢迎了 好我们就看到 他的前一段感情 就是他爱上的主播 陈淑珍 那么为什么说 石周会形容 陈淑珍是太后主播 为什么 这个我先要跟这个陈主播 先那个告罪一下 因为这个是我们同事去问的 应该是你 这个友台你的同仁们 这么形容的 跟我们完全没有关系 但是anyway 他的朋友们 形容他是一个很惊的人 就对做事情蛮严谨的 平常也不够言笑 做事一板一眼 所以就把他形容成太后主播了 我心想太后这也 太后很开放的人也很多 怎么历朝历难 你要找出很开放的太后 是有的 但他可能形容他 就是那样子的人 但我不晓得他私下 是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淑芬在主播台上的时候 也是端庄严肃的 但你下了主播台 可能是过的生活 是不一样的 我们很难去分辨 就是媒体人 在公众面前 盖公众之后 但是就他同仁的形容 仿佛他在公众之前 跟盖公众之后 其实差别没有那么大 所以胡又伟 向这个陈淑珍 求婚了四次 就没想到 还被拒绝 这还是蛮特殊的 对 他们就说陈淑珍 好像不太能够接受 胡又伟这么跳动的性格 因为要知道 胡又伟今年也五十出头了 五十出头的一个 不能讲是大男孩了吧 但是他的赤子之心 我说得好是赤子之心 他就是一个 小孩子的性格还没有变 所以这一部分就 陈淑珍来讲 可能就是比较 不太能够接受吧 那当然还有一点 不管怎么说 因为主播是在公众面前 那个社会声望 社会地位 社会的知名度 都是比较高的 相对 那我必须讲 有一点比较特殊的是 胡又伟跟陈淑珍 开始感情走在一起 巧不巧 正是陈淑珍在攻读研究所的时候 你知道 所以我就说这一段感觉 又牵涉到师生关系 多多少少 那当然陈淑珍后来 自己拿到博士之后 坦白讲 他可能先前爱上胡又伟 是因为觉得 你是一个博士 老师 学问高 那我自己也都有了 相对来说 可能女生对于男生的 那样的景仰之情 可能也降低了 或许也是 那当然就说 你胡又伟到底能够提供 什么样的生活 你生活上的情绪 你的情绪高 每天在讲笑话 如果是陈淑珍 接受不了的时候 你这个生活怎么过 所以就可能就是 很意外就到520之前 求婚又被拒 就表示 胡又伟也知道 身为发言人 要讲究家庭和睦的 婚姻生活幸福的 好 真的还少见 很少见这样一个发言人 对自己的感情 这么的侃侃而谈 而且最后是因为 脸书的因素而辞关 好 等一下回来 另外这位焦点人物 要来看的是 2012年的诺贝文学奖的得主 昨天晚上揭晓了 是由呼声最高的 中国大陆作家莫言 赢得了桂冠 那么他是首位 以中文作品获得 诺贝文学奖的大陆作家 等一下总编辑时间 我们继续点评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